大家好,我是金阳光 现在正式开始iOS自动化的第一季的第一讲 有些人看到iOS自动化测试的时候会想到 金阳光老师,安卓的自动化第一季和第二季都没有讲完 是不是安卓自动化就停止更新呢 这里我告诉大家,iOS自动化的第一季是讲框架嘛 后面还剩下几个框架没讲 第二季的话是讲专题 也就讲知识点,具体怎么自动化工具这块的开发 和一些平时大家常见的一些难题疑难杂症 然后这里可以给大家告诉好消息 也就是iOS自动化测试和安卓自动化测试 这两步同步更新的 我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说安卓那块的也不会落下 有什么新的自动化框架 或者有什么新的技术 也会在后续同步的更新 对吧 iOS自动化测试也就从今天开始讲 所以说是测手机APP的这一块的人 你肯定是有福音了对吧 因为毕竟手机上主流的系统就安卓和iOS Windows现在是看样子起不来 然后这一讲也就是预备知识 从下一讲开始就要全面迁移到Mark上面讲了 首先也就讲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听课者应具备的能力 因为iOS自动化的第一季主要也是定位在上初学者 初学者不会讲很难的东西 但是呢虽然说是初学者 但是我觉得对大家要求也也不太低啊 大家会看那个初学者应具备的能力 我感觉还是比较高 虽然说是定位在零基础 但是呢我觉得能掌握这个这部分的话 一般进一边一些大的好公司 像腾讯百度这样的公司应该问题不太大 然后第二就必备的硬件 你需要什么买装备啊 Windows上面肯定做不来的 第三的话软件环境该怎么下什么软件啊 这个东西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 要不能大家也搞不定了 然后听课者应该具备的能力 第一一定要熟悉Java是Colimp的脚本 因为在苹果上面的自动化框架底层 都是用的instruments instruments是苹果自己做的 苹果自己做的 所以说那上面只用GS脚本 它不兼容其他的python啊 share这些脚本 所以说你首当其冲必须熟悉的 如果你熟悉Java的话 恭喜你跟Java百分之八九十都差不多 所以说这个就不用去学了 不用去学了 第二 你要会常用的Links命令呢 因为因为很多啊 因为很多环境的配置 包括包括以后搭建的Jenkins Jenkins自动部署 还有一些启动一键化的这个脚本 必须得用Links命令来启动了 就不是说Eclipse 点一下那个play这个按钮 就可以自动的 没有人那样干 没有人那样干 假设你现在要编十个脚本 你总无论每次跑到那里去 点一下这个按钮 你都是用脚本Share脚本去启动 那Share脚本 Share脚本也是要会的 然后Links命令肯定也是会的 因为Mark本身也是跟Links命令差不多 百分之八九十的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一定要会的 还有英文能力 因为好多好多最新出来的框架和指导文档都是英文 都是英文 所以说英文能力是吧你一定要去加强 如果不会的话可以借助谷歌翻译 或者装个金山快艺之类的 这个是必须的 带着红色都是必须得掌握的 第四 必须手机加吧 为什么说有些人说苹果开发不是加完 是Object C Object C OBJECT Object C 为什么要会加完呢 因为很多就是改良过的框架 就是在上层封装过的一遍的框架 好多都是基于Java封装的 都是基于Java封装的 你像那个淘宝的框架 阿扫隆 或者Instrument Driver 就是那两个框架都是用Java封装的 所以说Java这块还是要熟悉的 要熟悉的 这个对你安卓开发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安卓上层 应用层 APP层 Brainwalk层 都是用Java 都是用Java 所以说这块还是要掌握的 因为你去阿里面试 这个不熟悉Java是基本上进不去 现在看样子 因为阿里很强调这个Java能力 因为阿里的测试百分八九十的 至少七八十吧 都是很熟悉Java 什么Cashup那个就可以不用看了 是微软的标准 但是开源的这块这个编程 他们的开源的框架都是用的 不管底层还是上层 都是用的Java 所以说Java这块还是要加强 如果你想去阿里这种大公司 后面就不是必须的 必须的话就前四点 至少前四点更重要的是第一点 第一点和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你还好 你不会的话还能跟着学 但是前三点你不会的话 前就是你听着刻意 肯定会很吃力了 肯定会很吃力 所以说这前三点大家能力 如果自己有差距的话 或者很不熟悉的话 我建议是补补火 是吧 花一个两三个月 弄熟一点 是吧 另一个命令你也不用掌握很熟悉 像运营一样的 那么多命令都得必须得背下来 你可能最常用的二十个命令呢 是吧 最常用的二十个命令都要会 是吧 待会我在后续的课程 会带着大家就都去用这些命令 是吧 我用过的这些命令 大家都要很熟悉 对 很熟悉 第五点就会一些share和python 因为很多框架它之间的衔接 一些桥梁 和一些修改 比如说我修改环境 那个部署的路径 是吧 我修改脚本的 修改一些脚本的一些配置 或者直接去写脚本 都是很多地方都是用的 share和python 是吧 所以这个大家会一点点 不是说你很熟 你能看得懂 能够知道去改哪里 这就差不多了 是吧 你也是工作中 也是一点点 自己去用到哪里 就学哪里 不要去从头到尾去学 那个就拖的时间太长了 你可能半年都搞不定 是吧 但是呢 如果你是会一点点的话 可能一周 这就可以了 是吧 找一个人熟悉的 教教你 或者你在网上查一些 入门的基础 会一点点 就可以了 能够写出一两个 简单的程序 就算过关了 就可以接着这个课程 往后学 第六点 要会一点 Object C和苹果的开发 这个东西会一点 大家不要很怕 说我又要会安卓开发 又要会苹果开发 我怎么办呢 那我还不如直接转开发去了 就是说 这个Object C和苹果开发 因为Object C的语言 特点和一般的语言 不太一样 都是用中括号 中括号的空格去调用的 然后 这些东西 大家能看懂一点点 能够写出一两个 IOS的 像Storyboard的布局 什么拖空间 然后注册按钮 点击触发监听 你以后写一些demo 这个都是要 这都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你什么都不会 一点都不会 那以后 那以后自动化的水平 不可能提高的很高 所以说你第六点也是要会 就是学有余力 如果你前四点都会的话 你就去学第五和第六点 如果你前四点都不会的话 第五点 第六点就先不要去学 先不要去学 然后 也就是大家头痛的问题 必备的硬件 他说老师 这个IOS自动化测试 应该去买什么 应该是在Windows上 还是在Link上 那肯定是要在Mark上 就是要在Mark本 或者是Mark主机 或者你买Mark名 也都可以 这个本是必须的 我也是这里不写型号了 但是配置最好 是要双和4G以上 最低最低的配置 可能是I4 或者I5 或者I7 或者是4G到8G的内存 这个是必须的 第二 肯定是要有一台真机 一台真机 在模拟器上 虽然可以弄 但是我主要的课程 都是基于真机的 都是基于真机的 越狱和不越狱都可以做 但是我建议大家 最好有一台越狱的手机 因为你可以随意的装APP 是吧 随意的装APP 如果你不越狱的话 必须得有开发者证书 或者你要返签名了 返签名证书了 我所说的 为什么有些人说 我编写苹果开发的时候 部署在手机上 不需要 不需要有那个越狱 是 这是你有原代码的情况下 这是你有 就你被测APP 比如说我测微信的APP 那你肯定是拿不到原代码的 是不是要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 但是你可以拿到不同的 像同步推啊 这种渠道包吧 那个是没问题的 对吧 也就像安卓上面的一个 APP程序 你拿不到原代码 是吧 最早是要原代码 才能进行这种化 现在可以要 也可以不要了 是吧 但不要的一个首要条件 就是你要拿到它的APP 如果你不想把手机越狱 就得返签名了 如果你能越狱的话 那就好办多了 是吧 那你不需要去买 那个开发者的证书了 第三是软件环境 软件环境 MAX操作系统 最好是要10.8.0以上 是吧 现在好像是10.9点几 是吧 10.9点几 我刚刚上网查一下 大家也可以网上查一下 是吧 现在好像是8点 10.9点几 是吧 现在好像是10.9 是吧 10.9.2的都出来了 是吧 所以说那个MARK系统 大家不要太旧啊 不要太旧 但是你也不需要说 更新到最新的 我的那边是 10.8.3还是10.8.4 我忘了 是吧 所以说你不要去用个6和7 虽然可能是可以的 但是我也没试过 是吧 这个MARK系统肯定是越新越好 是吧 因为你更新都很容易 是吧 只要有直接到APP Store上更新就好了 安装的时候也很容易 安装的时候非常容易 比Windows都还容易 是吧 直接要注册一个APP ID就可以 以后装软件都是 都是免费的 都直接注册 也不需要交钱 这个是不是必须的 如果你有这个证书 就简单了 是吧 就是开发者证书 一般的测试的 如果你公司有的话 你可以借一个 借一个用 然后把你的那个苹果设备 加在他们的开发者的 那个列表里面 好像可以最多加200个 可以加200个手机 是吧 或者是PAD都是一样的 是吧 加200个设备 这个不是必须 如果你没有 也没有关系 也可以做自动化测试 是吧 实在不行 你就先在模拟器上 弄也行 是吧 这个是Xcode的 是吧 5.0以上是必须的 是吧 必须的 因为你不 无论是编写demo 还是你起 instituments 是吧 instituments 这个单词是 instituments 瞧一下 他加了S的 instituments 是吧 所以说 Xcode里面 集成了很多 自动化小工具 是吧 查内存 查网络 查CPU 查电量 我们主要做自动化的 就是用了这个 是吧 instituments 现在的版本 好像是 好像是 Xcode Xcode 5.2 还是5.1 最好一定要 4.5以上 虽然说 我说有些 Xcode是4.几的 也可以 但是呢 Xcode 4.0以后 它那个 instituments 里面的 那个UI automation 是吧 我们用到的 就是那个框架 就是你看 写JS脚本的 调试的那样一个 那样一个小工具 是吧 虽然用起来 居然用 但是 但是你调试 必须在那里调试 是吧 它4.0 4.5 还是4.0以后 4.5以后吧 它加入了 录制功能 是吧 所以说 你就可以通过 它的那个 是吧 就不需要通过 它的trace tree 就是去找 它的空间 是吧 直接它就告诉 你是哪个空间 是吧 在后续的课程 会下去的说 所以说 你的版本 越新可能是越好的 特别是你以后 要在LS8 做自动化测试的话 你肯定要升级了 最新的Xcode 是吧 然后再更新 它的最新的SDK 是吧 要不然你没法编译 当然呢 你 当然我们这是说 开发这个条件 是吧 但是你测试 开发 它可能也是用的最新的 因为马上 9月9号 好像是LS8 要出来了 是吧 正式版的要出来了 现在只是测试 β版是吧 β版5 β版6 是吧 所以说 你开发那边的 Xcode的版本 最好 你这么也要 跟它保持一致 要不然出现 各种奇怪的问题 你问我 我也不太清楚 是吧 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说 最好版本都要一致 这样的话 就很多东西 就是不兼容的东西 就已经 就基本上 就不可能了 是吧 因为苹果的东西 毕竟是 只要 只要 这个版本系统 差不多 基本上不会出现 不兼容的情况 是吧 还有一个是Python Python 这个系统自带的 一般都是 你可以查一下 Python Version 一般都是 2.5或者2.7 我的上版本是2.7 是吧 最好不要用三点几 因为前段时间 有人在问我 这个Android 自动化 那个MonkeyRunner MonkeyRunner 他说 他那个死活 就是不属不上 是吧 因为你直接看 那个MonkeyRunner 的版本 他那个Json版本 好像也就是用到 二点几 他没有用到三点几 所以说 你系统里面 用到的Python 三点几 写出的脚本 或许会和 你的系统不兼容 是吧 或许会和 不兼容 因为三以后 这个语法 语法改了特别多 可能 反正他不太 兼容以前的版本 所以说 那些老的程序员 都是习惯二点几 是吧 二点五 或者二点七 都可以 但是你最好 先不要用三点几 是吧 因为我们用到的 二点几版本 那些 那些语法 基本上都够用了 是吧 都够用了 也不需要用到 他新版的那些功能 是吧 不要用他的功能 这个可能大家没听过了 ToneUp ToneUp是啥东西 ToneUp实际上是一个工具了 他就不是 我所说的前面的这个工具 包括这个也不叫工具 是超市系统 都是在苹果官方 那个app store上面 直接点 搜一下 直接点就安装 是吧 什么都不用管 是吧 自动的给你下载安装 是吧 所以说 这个东西就不是苹果app store 这是自动化测试的 一个软件 开源的软件 开源的一个软件 它可以把你写的脚本 进行封装一遍 因为你必须写了脚本以后 你要批量执行 把log去收集 对吧 哪些失败的 然后还一些堆战信息 trace2 那些 trace2 你可以收下这个啥东西 这是一款开源的工具 上 这是开源的工具 通目up 应该是 应该你收 应该收mark 下面 应该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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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最好在谷歌上面修 或者是你收iOS 是吧 它是一款iOS 自动化的一个工具 是吧 应该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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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GitHub里面 就是这个 对吧 iOS 通目up 是吧 你找到它以后 你的脚本以后 你编写出来的脚本 你编写出来脚本以后会 编写出来的脚本以后 就是要用它封装一遍 封装一遍以后 因为你还要去打一些trace 对战信息 stack trace 就是你出了问题 去找原因 是吧 然后去抓log 这都是要靠它 是吧 都是要靠它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是吧 这个也是必须的 fluitstrap 因为你 因为你做苹果 自动化测试 它现在不是说 每个脚本写出来 可以对你手机 任何一款APP 进行自动化 这是不可能的 是吧 它这个苹果里面 也没法做到跨应用 现在是吧 没法做到跨应用 这个不像Android 你还可以 通过什么反射 或者IDL 或者我前面说的那些方法 或者用什么工具 它里面 跨应用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是吧 对 对ls7左右的 可能你在老的系统上可以 是吧 老的系统 ls5 6 我说的是ls的系统 是吧 现在最新的系统 马上要到了8了 对吧 ls 现在ls8 马上出来 我说的是 如果你要对 比如说ls6和7 进行自动化测试 是吧 是吧 这个系统 是吧 是吧 一般都是做 在7上 7上用的人最多了 可能80%的设备都是7 是吧 你比如买的4S啊 5和5C都是用的7 是吧 或者iPad 4啊 是吧 这应该占了80%了 所以说大家主要的还是在这上面做自动化测试 是吧 那你接东西 确实肯定上买几个 是吧 买几个老一点的那个设备 是吧 是吧 iPad 2或者iPhone 4 对吧 把它把它降到 买的时候就是6的 就ls6 做一些兼容型测试 但是做自动化测试 可能是在现在目前最新版本 是吧 现在是好像7点 2点几 是吧 7点2点几 是吧 好像也可以约遇 好像可以约遇 马上拿ls8就出来了 所以说 你要在苹果上面做自动化测试 首先你这个APP 你要拿到的 是吧 苹果它编译出来的东西是 点app 是吧 就是什么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是微信点app 而且它取个名字 后缀名是点app 如果你从那个 Windows上面安装 你要从那个 比如说越狱的渠道 是吧 它从其他的渠道 渠道拿过来的 比如九一助手 这种推送过来的 它可能就点IPA文件 IPA 这就和Android完全不太一样了 可以搜一下 可以搜一下 IPA文件 IPA文件 出来IPA Ils IPA 是吧 你应该是用了itoms去装 是吧 itoms 叫i-t-t-o-o-l-s 一个这样的工具 是吧 i-tools 是吧 i-tools 是吧 也就是苹果装机助手 你下一个 然后你手机约来域以后 就可以去装点IPA的文件 这是苹果自己把APP的 打包成了 应该用了一个压缩软件 把它打包成了IPA 但是开发 开发者给你的东西 是吧 也就是 RD 也就是你的 就是开发 它提供给你的版本 未必是 未必是这个版本 它 它里面有 有两个文件 就一个是debug下面的一个APP 还有一个是release下面的一个APP 一般它会给你release下面的 就是签过名的 是吧 签过名的 正式发布的 是吧 然后 它为什么会有debug debug是它自己用调试用的 是吧 调试用的版本 是吧 一般它给你的是release版本的 是吧 也就是 R1 它一般会给你 它一般会给你这样子包 release下面的APP 是吧 一般会给你这样子包 是吧 所以说大家要用到 是吧 要用到FluetStrap 是吧 FluetStrap去安装 是吧 FluetStrap去安装 这都是用命令行去安装 它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是吧 可执行文件用 是吧 点 锁鞋杠 用这个东西去装 是吧 所以它安装是用点 就在命令行 是用这个去安装 然后后面是FluetStrap 是吧 比如说FluetStrap 在后面就空格 在后面就是你的APP的路径了 是吧 APP的相对路径了 待会这个不用着急 在后面慢慢的会给大家讲 详细的一个个讲 是吧 如果你不用它装的话 你应是出门词 它是启动不了它的 启动不了的 你无论手机上有 还是没有这个APP 都是不行的 它都是认为不一样的APP 因为你装上去的 苹果的东西和安卓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安卓的是默认的一个例子 是跟你自动的签了一个名字 是吧 装在真机上 那苹果的东西 你装模拟器 有模拟器的版本 那它就不需要什么证数 但是你装的真机 必须得有证数 没有证数 你都编译不出来 编译不出来 所以说开发给你提供过来的那个包 都是 都是有证书的 但是你手机没约预 你有证书 也不浪装了 它必须得提交APP审核 这就是苹果 我觉得苹果很高明的地方 它必须得走它的生态圈 不像安卓 这个生态圈已经乱了 到处都是 是吧 生态圈很混乱 然后这样的话 还可以杜绝病毒 是吧 你比如说还可以杜绝盗版 所以说它可以使它那个生态圈很良性的发展 不至于弄的 盗版的还比正版的貌似 是吧 赚的钱更多 是吧 所以说苹果它 你举个例子 我触发 我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 大家也知道360的APP 是吧 被苹果禁了一年 它就是发现了 它做了一些 是吧 是吧 就不说了 是吧 就呵呵的事件 是吧 做了一些很呵呵的事件 所以说 所以说被苹果禁了一年 好像是在 今年的上半年 好像才解封 所以说现在苹果 你提到APP非常严格的 你如果是 假设你做视频软件 它看到你一个频道 是比如说打篮球的 它必须得 比如说是世界杯 它必须得提供世界杯 一些那个授权书 比如说我现在 自带了一个其他的 举个例子 我带了一个 湖南卫视 举个例子 假设湖南卫视 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个 很有名的那个频道 然后它就必须你提供 这湖南卫视的授权书 如果没有的话 这是不允许审核通过了 它就不让你这个版本上线了 所以说我觉得苹果做得很好 是吧 它很 他们很注重版权的 他们而且 而且是主动会维护 这些版权的 是吧 他们有很强的版权意识 是吧 就很强的版权意识 最后面 也就是淘宝的这两个框架 大家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研究一下 是吧 在网上搜一下 阿萨龙 是吧 阿萨龙 是吧 阿萨龙 然后有些人喜欢 大家叫它阿萨龙 是吧 大家搜一下 淘宝的这个好像是淘宝太残作了 是吧 这道框架也比较有名 是吧 它又封装了一遍 是吧 比直接用instruments可能要方便一点 是吧 淘宝的阿萨龙 是吧 这就是点第一个就可以去下载了 点这个就可以去下载了 开圆的 开圆的 是吧 你可以进去看一下 是吧 可以进去看一下 是吧 淘宝的阿萨龙 是吧 然后把这个东西用一个是吧 我们习惯叫小乌龟的一个东西是吧 svn 是吧 你把它下下来 然后看一看里面的代码都是用java写的 上层全是用java写的 是吧 以后我会讲一下这个是吧 简单的讲一下它的架构原理是吧 那最后就是有个sub sublain 我就不全屏了 有个叫sublain 这个东西很多人说 哎 这个为什么要下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是苹果的这个文本编辑器 它不像我们这个windows按个右键 可以新建一个文本框 它那个苹果的那个文本框 好像不太好用 它整出来的好像是变迁纸一样的 所以说要用那个 用了一些工具是吧 用了一些工具 sublain是吧 这个东西你直接把它放到apstore上面下载就好了 然后它可以按这个树状结构去看你的一些文件 查看代码呀 你以后脚本保存的都是用它 是吧 就是说很多人你不脚本写出来了吗 在那个e-struments里面 那个编辑框 如果写完了以后 你要去调试啊 是吧 你要去调试 你调试里面 调试完了以后 你再把它放出来 你看那苹果的那个调试的地方是非常非常难用的 特别难用了 特别难用 你调通了以后 你把脚本要保存出来 它没有一个整合的一个好框架 是吧 所以说还很麻烦做起来 对还挺麻烦的 所以说一定要下这个 或者你下roach edit也可以 roach edit 是吧 也就像那个loadpad的那种东西也是可以的 是吧 不一定说非得要下这个 所以说前面几个是必须的 是吧 是吧 你没有这个操作系统就用不了 然后你没有这个东西也没办法用直动化框架它的 是吧 没有后面两个你也没办法去封装是吧 改样是吧 做得更好是吧 持续集成都不可能的是吧 所以说这红色的都必须得自己自学的是吧 我也不会告诉大家怎么提供这个东西给你下载 都是在网上开源的 都是开源的 没有一个是说要收费的是吧 你自己去下载是吧 我都告诉大家你名字你应该应该能够搞得定是吧 如果这点能力都没有的话 那就不太建议学这个测试自动化了是吧 最后就布置几个线下作业 这个作业对对没有什么钱的人可能也看见头痛 第一要准备这个设备就是Mac和iPhone是吧 当然这两个后面你选一就行了是吧 选一就行了 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个设备的你去装黑苹果也不建议 你说我有一台很好的PC机 Windows机 我上面能不能装黑苹果 我估计是不太行的 我成不成功我不太知道 但是最好你下决心要学苹果 苹果开自动化测试的话 你肯定是要买苹果设备 这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你后面的你实在没有也可以借一个 或者是你买水货 这个Mac机器是一定要有的 所以说这也算是线下作业 因为从第二奖开始 我就全面是签到Mac上面用了 这是最后一趟 这个iOS自动化测试的最后一趟 Windows上面给你讲课了 所以这趟课可以不用了 Mac讲 第二个就是安装这个Mac系统前面标红那些软件 标红的软件 也就是前面这个 这些软件标红的必须得自己装好 没标红的你能搞的定义 这个第四不用你搞了 第四不用你安装了 第三也就是可能是我觉得最难的 耗费时间最久的 因为Mac上面使用的风格和Windows完全不一致 完全不一致 你可能要熟悉那么一到两周以上的时间 你买了Mac系统以后 买了Mac机器以后装好了系统 你要经常去用它 甚至我建议你如果你工作中能用Mac的话 就尽量用Mac 你熟悉那套风格 那是至关重要的 那省去了很多麻烦 你有时候 我的电脑在哪里 没有我的电脑 我的那个应用程序在哪里 我在哪里装东西 这个东西我就不会在上课去讲了 我就不会在上课那快捷键 都不会在上课讲 都和Windows完全不太一样 完全不太一样 很多当然也有些一样的 然后它的退出什么都在左边 都在这个地方 就是最小话 那个那个关闭 都在这 像Windows都在右边 就很多习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你习惯了以后都 可能会觉得比Windows还好用一点 但你没习惯的话 会像我刚开始用的话 也觉得很难用 但是现在就好多了 我现在经常用的话就好多了 所以说建议大家买了Mac机器以后 或者你有公司有 你要做苹果 自动化测试肯定是要Mac机器 至少要Mac本 Mac笔本一台 现在好像设备价格也不太贵 你可以在京东上看一下 好像五六千一台的Mac本也是有的 就是能达到那个双核四季 对存的都是有的 然后最好现在 现在每个人基本上都有一台iPhone手机 你用自己的手机做也是可以的 很多人还自动的就把它越狱了 这更好了 没有越狱的话 最好越狱一下 最后的话 最后的话就给自己做个广告 也就是大家怎么去找静阳光测试的 无论是Android还是iOS的 都只需要记住 第二就行了 我觉得第一的话大家可能 第一的话可能记不住 你把这个第二个把它记住就好了 百度和谷歌搜索静阳光测试就好了 或者你你有微信扫一扫 我们现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每周至少会有两篇好文章 还有每周的我公开课 会同步的推到你订阅 你的手机也不会打扰你 所以说你把这个东西记住以后 只要把第二点记住以后的话 你不太可能找不到 最新的一些资料和视频 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线下活动的信息 都可以去这里面找得到的 当然所有东西都在官网里面都会有的 其实这个官网也很好记 是Golden Sunshine Golden Sunshine 激阳光的意思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这个群 和我一起讨论技术 和我一起讨论技术 这堂课主要的内容就这么多 因为毕竟是第一堂课 我也不想讲太多 从下一堂课开始 正式要进入环境搭建和一些准备工作 具体的在MAX 给大家看一下那些软件是怎么装的 然后给大家用一用 让大家感受一下 给每个软件具体 具体怎么使用和一些脚本 就是给大家看一看 给大家感受一下Mark的环境 最后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